你 你 你知道吗 今天一大早张总投诉你的电话 就打到Franco那里去了 是吗 你怎么打得不着急啊 请创意部所有人理论 我们立即到会议室开会 走啊 今天上午 我接到了雷斯林品牌 张总的投诉电话 他说 我们的知识总监 鲁晓晓 好大喜功 为达到目的 竟然连客户的生命 都不管不顾 张总给我发过来了 他的身体检查报告 报告现实 因为上次的事故 致使张总有了心路不齐 和脑震荡的并发症 这是我们狼牙六十年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公关经营是形象的经营 我们是用精心塑造的形象 去影响全世界 鲁晓晓 破坏了这一切 所以 我宣布 从今天起 正式解除 鲁晓晓 执行总监的职位 但是 因为他昨天找我 坦诚的谈了这个事情 他也愿意承担责任 根据 狼牙一百六十二条规定 如果一个高层员工 主动的 愿意承担责任 狼牙会给他一个机会 如果员工仍然愿意留在狼牙 公司将为他提供最初级职位 刘晓晓 要是愿意接受这个安排 他将成为刘晓铺的处级助理 刘晓晓 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吗 我愿意 明天那些小玩具都收拾好了 朱莉 你的椅子到了 这椅子跟这个房间的风格 简直是绝配 你还没有 办公室还你了 物归原主 各归其位 地球终于都回到轨道上了 恭喜你 又回到苦海中间啊 现在我觉得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你知道刘晓布的别名是什么吗 打他布 要真是这样都打得不错 刘晓布的别名叫做钢丝布 你每天他好像走钢丝那么危险 朗雅常年在各大招聘网站 招聘助理 就是因为刘晓布平均一个星期 就会开出一个助理 怎么样 这下有从地狱下到练月的感觉了吧 听起来很不错 刺激 我这个人呢平时最怕无聊 越是紧张也危险 我就越感兴趣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 我现在就去上任了 不好意思啊 这张海报我要带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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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 来 欢迎 欢迎 谢谢大家 请你好好多多关照 Sabrina 你在中国市场的第一支广告片 还受Kelly来负责 哦 那你们的执行创意总监Cherry呢 我们浪雅要对我们的客户的人身安全负责 有任何问题需要有人来惩罚 公司有公司的规定 只不过是我个人比较欣赏它而已 这个是我们青阳服务团队的成员名单 还有一些市场分析报告 请见公务 是 一直以来我都对自己说 不管怎样 都要做我自己 事业上 我可以从头开始 可感情呢 我用抛音笔来解决好吗 字 就分 花 就很好 好 三级两胜 五级三胜 嘛 五级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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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你在电视剧里看到这样场景太多了 所以一点都没有反应 我可能是反应过头了吧 来 坐 黄凯 我们结婚吧 你说真的 真的 好 那 我们明天就去明镇局登记 明镇局晚上加班吗 也许 也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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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等等 我们好像好久没有这么沉默过了 沉默来临的时候 就是我们两个关系结束的时候 你今天到底还是没绷住 在盖章的前一秒跳出来的 有些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懂 黄凯 我们分手了 以后都不要再联系了 有些事情 一个流程助理租大的房子 顶多只能装下这些行李 而我实在没办法把自己也塞进去 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不欢迎吗 没听懂啊 晓晓 如训先生曾经说过 我不代以最大的恶意揣托中国人 我也不代以最大的恶意揣托黄凯 可没有这一次 我说给他一次机会 给他一次机会 其实我是想说给我一次机会吧 他还是骗了我 没给我这次机会 他跟卓妍都是一样 都是混蛋 都是一求之贺 男人要想骗你 永远都骗你 说一次谎 就永远都说谎 晓柔 你说呢 其实感情没有其他 只有输赢 应该像我就最好了 最安全 不动心就不受伤 在感情的世界里 谁先动心谁就输了 谁最狠心谁就赢 我觉得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恐怖吧 这说谎嘛 也分说好谎和说坏谎吧 你看咱们笑笑 爱上一个清洁工 他就转身变为年少多近青年才卷 这就是说好谎 总比你爱上一个亿万富翁 然后他再告诉你 所谓的亿万不过是越南炖好吧 忍大美女 别饿了吧 厨房有吃的 免费的 男人要是想骗你啊 他翻着跟头 画着圈也把你绕进去 我马嘉丽这么聪明伶俐的人 都栽了跟头 更何况嫩一点的了 吃一切长一智吧 别跟那些撒谎的男人纠缠不清了 雨晓晓 你听见没有 你这诉苦吧 半真半假 有百分之三十是说给你自己听的 有百分之十是说给我们俩听的 另外的百分之六十 都是说给笑笑听的 我跟黄凯好了一年 这一年 就算养只老鼠也有感情了吧 更何况 我一直觉得 我是红太郎 他是灰太郎 现在好反过来了 我能不痛苦吗 我拿我的痛苦经历 告诉我妹妹 别再对那个混蛋的卓元心软 那我的痛苦也算有价值了吧 卓元是谁啊 我不知道 我知道 也不认识 我知道 你越也这样说 就是你放不下 你要像我一样 哭出来就好了 会有什么用呢 眼泪能把那些快乐的回忆 都冲洗干净吗 吕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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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点功德心行吗 你姐我现在是失恋的人 你对失恋的人 有点功德心好不好 我现在要操两份心 又要为你操心 又要失恋伤心 还要对黄凯狠心 不要 不要 你们来得太 太极了 我也没时间收拾 笑笑 你没事吧你 谢谢姐 送我这么别具一格的 见面礼 我去洗手间 你房间太整齐了 是挺整齐的 坐吧 坐会儿吧 走啦 嗯 谁哭呢 不是很准备 啊 居雅雅 你 чис临离 take action 还是那个开心自信快乐的吕像像吗 就像表姐说的那样 你真的能够认受 一个人一次 都要一次地对你说谎吗 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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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开始 作与自己 这是我爱情的记忆 我要甩了他 你们说怎么办吧 我看电视里说 这要想停止上一段感情 就不能把上一段的感情厄运 带到下一段 必须得举行一个清理事 要不然嘛就是烧掉东西 要不然 就是拿着权杖裸体跳舞 等等 还是裸体跳舞吧 这是什么呀 我从他那儿回来的时候拿错行李箱了 都是他的东西 烧掉他 电票 类的 黄 laten子行李箱是吗 就没办法到 在冒冒 他们来说 看你是谁 别闹 三月十六号 好 想起来了 不许说 黄海拖杆 这不是纯酒精吗 大部分纯酒精 你疯了吗 真悬啊 幸好咱们反应快 不然这样包119了 真是太可惜了 要是马嘉丽的公寓给烧毁了 我们就可以去孝的房子住一晚了 你的意思是刚才火再大点 我们四个就可以在烈火中永生了对吗 不过孝孝 说真的 能不能把你的公寓的钥匙借我 让我去住一晚上 我发誓 明天早上一大早就把钥匙还给你 不会吧 别给他 明天狼哑的人去收房子呢 里面所有东西都被清空了 马嘉丽 好啦 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 楼上肯定还有好大烟味呢 要不出去逛逛 好呀好呀 这附近新开一家烧烤店 我们去吧 这个点还吃烧烤 你胃口真够好的 走吧 你们去吧 我有事就不去了 先走了 姐 姐 怎么回事啊 走走走 咱俩走啊 快咱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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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快咱俩走 快咱俩走 看来快吹入我歌手了 给您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 你要反护我 你要说 受伤了就别照我所谓 没人会嫁我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六大功效 这就是你为我们青阳做的 在中国的第一支广告吗 是的 第一次投放广告 主要以功能性广告为主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二流的公司做的广告 Kellie 我知道究竟你遇上一些私人问题 但我不希望这影响到你的工作 其实这是我见过的 最棒的广告创意之一 只要我说一次话 就耍着我 那我现在就可以耍着 三德轩 喂 三德轩 还算是你呀 我相信你 这是我们金阳在中国的第一支广告 那也是我们跟私上打的第一仗 我们必须要赢 所以瑞瑞呢 我是总相信 能够让人生同感受的广告 才是好广告 好 他怎么在 这惆怅是会纯染的 你一玩就到我了 错 我还大大没惆怅完 不过不能因为老板失恋 当卧底失败 就让外面物质和西北风吧 王主编那里你怎么交代 不交代 计划就随着变化而变化 喂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吕小小和马嘉丽 帮沁阳制造了在中国第一支播放的广告 又大功效 诺欣公关 也帮沁阳的死对头 事实上 只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广告 广告撞车 那这消息 是你告诉他们 还是我来告诉他们 这是一个 让人又纠结又兴奋的人物 石头剪子布 恭喜你 求你了 嗨 美女好 想认识一个小黄凯的帅哥吗 贾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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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真的有事 没什么好说的 唉 你慢点 我真的有事情跟你说 重要的事情 你听我说吧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小小 我是来通通报信的 你们的六大功效果 广告 陌信邦思上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是卓妍让我跟你说的 你说什么 你们那个六大功效果告 陌信邦思上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我表姐跟我说 这世界上有三个最可以消谎的文端 一是卓妍 二是黄凯 三是你们两个把他一起 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必要骗你 你们背后那个上纪之手 跟陌信公关合在一起才搞款狼牙 这事也没让我知道啊 下谎 是你的真意 你不要告诉我 是失恋打击了你们的智商 你智商才有问题呢 你是没智商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那要怎么样 大家打的都是六大功效的招牌 那就在市场的私杀里面 杜死这手还不一定呢 除非你们比我多一功效 七大功效 七大功效完美俱卸私杀出品 露仔 大家要看了广告了吧 私杀的广告不但比我们多了项功能 还提前那天发布 凯琳 你跟我走一趟 凯琳做梦江湖这么多年 怎么会犯这种错误 听说是和凯琳做的 凯琳也真是的 都到了设计部了还不甘心 害得凯琳都是合前面 失恋了也别拿工作电船 有的人到 一路到底 再降也无所谓 只可欺了青阳这个牌子 说真的 他们的洗发水真的很好用 到底怎么回事啊 凯琳 这次是你亲手把青阳送到私上的盘子里 我劝你还是辞职吧 以我以往的经验 这件事情后果很严重 我不会放弃青阳的 垂死挣扎罢了 嗨 好久不见 我今天是要来恭喜你的 就因为我没搭理 你要黄凯催蓝的信息 你就落井开始啊 不 而恭喜你了 因为 在离开狼雅之后 你正式被长城光辉公安公司聘用了 我为什么要离开狼雅 其实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 偷水砖 我让黄凯告诉你的讯息是真的 为什么你连那么一点点的信任都不给我呢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信任你呢 如果有人一次又一次地对你撒谎 那就甩了他 对吗 我需要真正持久去泄的洗霸路 在青阳保博技术中心 我终于找到了能说话算数的 不错 原来他们玩了一个声东极西的把戏 那个所谓的六大功效广告 其实就是一颗烟雾弹 让私上上当的 真正的杀手 是这条广告 女人的报复性真重 为什么觉得 这广告实在写给我了 那现在 他们把我们和讨厌的头皮屑归得一类的 那是你 我是青阳法国技术中心 说话算数 我说那是我的目标了 我马上就要行动了 甩了他 这创意太棒了 简直是无戏可击 你都说定不变了 这么好的天宰难逢天一无缝的创意 当然要表扬很多 私下现在一定很想哭 不是正常的 我跟笑笑留了多少眼泪 才想出这样的决票好词 哭债哭偿 原来客户的TVC创意 是两个女人的线私分的 哪有那么不专业 这个创意可是根据去蟹洗发水的市场段有得通 去蟹洗发水精准我们已经几十个年头了 头皮线不断为解决 反倒问题还在途断地增长 这说明什么 说明某些品牌的去蟹功能并没有实现 你说面对这样的问题不甩了吧 还能怎么样 所以 于公于私于行于理 你们的创意都是无限可击的 当然无限可击 我们两个是天下无敌 对啊 你们两个天下无敌今天缺了一个吗 是啊 笑在去哪儿啊 做完创意就来讲大实际的工作了 流程部小助理Cherry 正在我们流程部乖乖加班 新生活就要开始 我警告你啊 不许欺负我妹妹否则 你威胁不到我 除非呢你不再给我赠点 不再请我吃东西 你不再给我任何咱们的信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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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已经不是执行中间 拜托 你能不能下一个新积的出席助理 助理是没有时间像你这样 又在又在喝咖啡的 我一直在做事 就刚刚出去倒了一瓶咖啡 这都不行啊 你这就是一记公司 趋高站位给你养成的坏脑子 你知不知道 在公司有多少人都能走 流程部是整个拉雅公司 最繁琐最基础的部门 创意部就是动动脑子 和客户开个会上的一场 但是流程部可不一样 每一个场景 每一位嘉宾每个道具 我们都要落到实处 如果我们做得不好 我们就会影响 整个创意的流程和发展 到时候负责任的就是我们 这里是7个品牌的资料 你在这个墙上查一下时间和安排 重新整理一下 时间核对找Amy 地点找Emma 经费找数 全部核对完以后 付出三份表格 然后再分别找三个人 重新核对一下 再加Pristy签字 最后拿到办公室 真麻烦 欢迎来到流程库 两个小时以后 我要看到签好这个报表 两个小时三份报表 组件体系又来了 我看看一下 这个F公司的现金图是什么意思 这个红座标的是销售 红座标的是年份 然后图上不同颜色 五条线分别代表着 就稍等一下 我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你好 好 稍等一下 请问一下你知道Amy是谁吗 Amy有人走 Amy 你是Amy吗 你好 你是Amy吗 你好 请问你是Amy吗 时间到 时间到 对不起 对不起 文姐我还没整理完呢 你们这儿人人都太忙了 到现在的Amy是谁我都不知道 照你的这个速度 不到一个礼拜你就得走了 我刚才交给你的事情 是我们所有事情当中最不经济的 你连这件事情都做不了 说不定你在流程部 根本不适合 我学东西很快的 你再给我三天时间 我肯定跟他们都一样 三天太慢了 明天你就要学会 今天下午 我只是给你安排一个任务 在这里 观察每一个人是怎样工作的 那 这个怎么办 三零 到 重新核对一下 去 去 这就是流程部 我就是喜欢在见完客户之后 能够有时间喝一杯茶 这里的环境确实不错 我们第一次吃饭也是在这里 三月十六号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事吗 哦 我刚刚知道一件事情 都总加入新加坡国籍了 什么 你的消息准确吗 千真万确 我要去找他们 哎哎哎 你坐下 冷静 Leslie品牌一直树立的都是民族形象 对啊 杜总作为董事长去加入外国籍 对消费者来说是多大的一个谎言呢 要是消息传论出去 肯定又是一场公关灾难 哎 现在雪上加霜的事了 朱丽叶也回来了 一旦被她捅到弗兰克那里 我们都得去给李小小做伴了 你这漂亮的高跟鞋 以后也别想再穿上了 你能不能别说风凉话 Leslie也有你的一份 你就不能给点建设性意见吗 我们可以让杜总亲自去澄清这件事情 怎么澄清啊 你要他去说 对不起我欺骗了你们 请你们继续购买我的产品 这可能吗 我告诉你啊 你不穿高跟鞋可以 但是我绝对不行 你听我把话说完嘛 杜总的儿子三年前死于一场车祸 我们可以把他因为这种商业原因 改变国籍的行为 变成一种作为一个男人渴望再当一次父亲的 背情剧 你的意思是说 让他去告诉媒体 他是为了想再要一个儿子 才加入外国籍 臭名 如果那个时候再来几滴眼泪 可就太完美了 你这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啊 跟你说正事儿呢 Sharry 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我在尽我所能化解这场危机 而且效果出人意料的好 Leslie品牌也因为这次事件 销售额一直在上涨 那这样说我今天晚上应该给你开个庆功宴了 不必了 你还敢回答 告诉我 你这次出偏招躲过了一劫 但根本原因是 你没有在对客户十分了解的情况之下 就做出不恰当的公关战略 一个错误的战略 会让品牌随时陷入危机 让你的客户永远在如理薄冰 这就是你这次做品牌总监最失职的地方 Kelly 你下一个策划案的预算太过于奢谎 我想作为一个品牌总监 你应该很清楚你手中的预算不是无上限的 Rain 你有三个项目同时都在拓塌工时 一点效率都没有 白花花的钱就这样让你往外洒了 你们三个到底是怎样当总监的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因为你们三个 是Cherry的好朋友 而才故意为难你 我在职场这么多年没有那么幼稚 玩那些高中女生拉方结派的小女士 我们是一个团队 是浪雅的大脑 你们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 我是按照你们最近的工作表现实事求是的做出评价 我始终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最优秀的下属 那会吧 那会吧 朱丽业 你刚刚说了几句话 我不同意 哪句话 你说我们拉帮结派 可这拉帮结派不是我决定的 是天生的 你 都是你 你刚刚说了 我真的以为要做的 这边很久 我跟大德做朋友 你都以为是 你嫉妒的 我就是不得了 我都以为是 我都以为我 我 我也不得了 我真的以为 你这边 是我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 太多的画面 太多的理由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缠绵的地点 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缠绵的地点 结束的一切 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下着雨的天 所有的感觉 下着雨的夜 下着雨的夜 太多的理由 都无法代替 太多的画面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 下着雨的夜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缠绵的夜 那缠绵的地点 难道是爱的天平 天平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相遇的地点 结束的一切 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所有混乱的感觉 所有混乱的感觉 都无法代替 那缠绵的夜 都无法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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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缠绵的夜 都无法代替 都无法代替 在想什么 这缠绵的海浪 旋的海浪 都无法代替